在大巨院下車之後 就是往四號出口 四號的出口 那前面有電鋪梯上去 是搭六號線 從月台那邊走過來 就是下來之後 往四號三號四號從這個位置 上來之後再往前走 掃一下 走吧 四號 左邊 這邊有整個一個道士庫 講得很清楚 他這邊就是下來一定要走樓梯的 好啦 出去了 出題運行 整個都好 注意安全 在重慶這邊 要熟悉就是到 進出都是手樓梯 實際上從下車站走出來 大概就花了兩分鐘左右 真的要過這個 好多的 好多的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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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行 走 Go 記得來到重慶過馬路的時候 要按這個 它這個紅綠燈才會使用 不要在那邊等待 對面就是 著名鼎鼎的 紅牙洞 有齁 看到了齁 那就是鼎鼎有名的那四洞 有些人會走那個步道 一直走下去 走下去 走下去 走到那邊 發覺那邊過不了 再走回來 所以說記得要走 地鐵站出來之後 4號出口出來 馬上右轉 沿著這個小步道走上來 好的 走上橋面 切絲大橋之後 走在這人行步道 現在的時間呢 目前來講還沒有天黑 再兩分鐘就五點了 那這個地方呢 有看到F4 彎彎曲曲的F4 我想我們走到那邊 大概也要花個十分鐘吧 現在那邊陸陸續續的 就有人一樣是走過來 要走到牽絲橋 看我們找個位置 那邊陸陸續的 那邊陸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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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一下 這個橋 有地鐵經過的時候 會震動的很厲害 抖動不是震動 我們住的地方呢 就在紅牙洞的後頭 大概從我們住的酒店走過來 大概要花七八百米走路的時間 應該七八百米走十二分鐘就會到 不過呢 我們剛剛是坐地鐵 從那邊走過來 小十字 那邊過來走 這邊基本上沒有電梯 所以說如果是行動不方便的話 老人家爬樓梯不方便的 不建議 不建議來這邊 走這一段 地鐵站就在我手指的那個地方 讓這一個就是四號出口 再走過來 好的 要過街道怎麼樣 一樣安一下 女主角 要立燈了 還有五秒 四 三 二 一 一 go 車來囉 快點 現在是綠燈 底下那邊就是人家說 走到那個停車場再繞過去 在大劇院底下拍紅牙洞最美的地方 同時那邊會有人釣魚 這個就是千獅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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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陵江千獅門大橋 有看到齁 千獅門大橋 有看到齁 千獅門大橋 千獅門大橋 前面這邊有城管 我記得 以前剛開始不知道城管 城管 後來才知道 城管也是警察 直滑的一部分 不過聽說 很 很怎樣 自己想吧 這個點應該是最好的拍攝地點 這個點應該是最好的拍攝地點 哇 走啦 有人教 如何從那邊走到底下去 應該是這個點 是點燈的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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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周 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紅牙洞對面的 大劇院這個地鐵站 出來這個 撥到這裡 那實際上呢 剛剛用相機 架設攝影器材 整個呢 看得到對面 燈突然亮的那一瞬間 那希望我製作的影片 你會喜歡 好啦 要去吃飯了 我們下次影片見吧